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多一岁把水果整满冰箱里面 再多几岁客亭点美丽的花园 好想快长大 长大一岁博物馆盖在我家旁边 再多一岁养一只长毛巷在房间 再多几岁学会开火箭去冒险 好想快点长大 生日快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蜡烛穿起来 愿望飞上天 生日快快乐 祝我每天快乐 明天一朝起床 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长大一岁长长有吃不完的甜点 再多一岁甜甜收到祝福的卡片 再多几岁送爱心不管有多远 好想快点长大 生日快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蜡烛穿起来 愿望飞上天 生日快快乐 祝我每天快乐 明天一朝起床 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生日快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蜡烛穿起来 愿望飞上天 生日快快乐 祝我每天快乐 明天一朝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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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蜡烛穿起来 愿望比我生日快乐 神日快快乐 祝我每天快乐 明天一朝起床 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囿言都满穿起来 愿望全部都实现了 亿 粘ööö re An has opened 你都猜不到 對… 不論動身體或動腦 答對答案猜最重要 對… 嘻嘻乖乖咪咪 我愛著腦 咪咪了也歡笑 永遠都會燒 答對就哈哈笑 哈哈… 打破二一猜者們才好 來了嗎… Q彌姐姐 好像還沒看到耶 常明姐姐 我只要想到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她 就好興奮了 真的 你看喔 我還準備了簽名本 等一下看到她 一定要找她簽名 我準備了照相機 今天一定要多跟她 多拍幾張照片 太期待了 哈囉 你們是在說我嗎 我已經來了喔 抱歉 國王 我們不是在說你啦 我們是在等待 咪咪遊樂園裡面 最受歡迎的人 最受歡迎的不就是我嗎 No no 國王 不是說你 我們說的 是在咪咪遊樂園裡面的 咪咪電影院最常播的那位 咪咪大明星 沒錯沒錯 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了 他怎麼還沒來啊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沒有幫他鋪紅地毯 所以還沒出現啊 哈囉… 你好嗎 你好… 你好… 你好 是最帥氣 演技一級棒的咪咪大明星耶 現在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林洋先生 Mr.Andle 謝謝… 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我想要說啊 在咪咪遊樂園裡 每一個人都是大明星 你們說對不對 太好了 林洋先生說得真是太好了 他不僅會演戲 而且做人又很謙訊有理耶 就是說啊 而且聽說最近咪咪電影院 又有新電影了喔 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題材耶 這個主題跟每個人都有關喔 很重要喔 五項大考驗 記憶三秒鐘 請看 請用最快的速度 記住這三個圓形的星球 一號地球 二號太陽 三號五星 預備 記憶三秒鐘 三 二 一 時間到 我們趕快來問問看林洋先生 請問你覺得答案是哪一個呢 別著急… 小小兵 我跟你們說喔 我們生在這裡 長在這裡 這個星球就是我們的家喔 你們想想看答案是幾號呢 一號… 我們大聲地說答案是幾號 一號… 想問問小小兵 一號是什麼星球呢 一號… 答案會是一號的地球嗎 國王 恭喜我們答對了 耶 恭喜大家 你們真是太棒了 這一次呢 我的電影主題名稱就叫做 地球小小兵大冒險 你們想看嗎 想 好耶… 我們也想看 好耶… 齁… 那得接受挑戰才行 看電影還要接受挑戰喔 國王 登登登登登登 深大眼睛 聽圖猜猜看 一起猜一猜 看來今天的答案 我好像沒有用過耶 不過這樣東西啊 很常在電影裡面出現喔 小小兵 張大眼睛 仔細觀察線索 待會音樂結束的時候 要把答案說出來 加油 時間快到底到底 快快快 想一想 時間快到底到底 倒數幾十五四三二一 小小兵好像知道答案喔 這個用具啊 我們常常用來觀察 或者是研究用喔 而且可以看得遠遠的東西喔 小小兵 我們一起整齊地說 答案是什麼 我們的答案是望遠鏡 答案會是望遠鏡嗎 請光光公布解答 答案就是望遠鏡 恭喜你們答對了 那麼厲害 竟然答對了 而且我知道望遠鏡 它的倍數不同 看到的東西也會不一樣喔 沒錯 像是倍數比較高的望遠鏡 還可以看到天空中漂亮的星星喔 真是厲害 不過還有更厲害的挑戰喔 是什麼挑戰嗎 我們沒問題的 聽好囉 聲音聽聽看 一起聽地聽 5 4 3 2 1 發出這種聲音的啊 是一種交通工具喔 它在外太空裡面 雖然啊 我沒有做過真的 不過啊 電影道具我是很常做喔 小小兵 我們一起說 這是什麼聲音 火箭發射 我們的聲音呢 是火箭發射的聲音喔 答案會是火箭發射的聲音嗎 國王 答對了 就是火箭升空的聲音 恭喜你們又答對了 真厲害 我覺得啊 人類發明火箭才是真的厲害耶 人類從遠古時代一直到科技時代 不斷地在進步 但是還有很多的未知正等著我們去發現呢 不管是已經知道還是不知道的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電影一起來實現夢想喔 說得太好啦 就讓我們來認識不同的世界 太神奇了 現在小小兵都已經變成 電影裡面不同的角色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組的小小兵 請問你們變成誰呢 魔法師 哇 感覺他們的魔法很厲害耶 那我們一起來施魔法吧 霹靂啪啦碰 換一次最大聲的霹靂啪啦碰 看起來很厲害耶 那接下來換我們這組小小兵囉 請問你們是誰 恐龍 那你們可以學恐龍叫嗎 一二三 看起來很可怕耶 你們可以不要咬我嗎 接著換第三組小小兵 請問你們是誰 機器人 對 就是機器人 機器人可以跟觀眾一起打招呼 姑媽說你好 你好 很棒喔 三組小小兵都已經準備好了 國王 請問你要給我們什麼考驗呢 電影小小兵 這裡有原始時代 未來科技世界 神秘魔法世界 請三組小小兵 在現實時間內 找出跟自己有關的答案 請問三組小小兵 你們有沒有信心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在時間結束前 要完成動作喔 預備 計時開始 想一想一下 找一找 機器人 機器人 五 四 三 二 一 好喔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小小兵 他們選擇的答案是什麼 請問第一組的小小兵 你們選擇的是什麼時代啊 炎古時代 是炎古時代喔 沒有錯 古科學家一直在研究 恐龍消失的原因 雖然現在我們只能看到 恐龍的化石 但是電影和動畫 可以幫助恐龍復活 我們現在學恐龍一樣 大叫一聲 換你們 換你們 那接下來換我們機器人 小小兵囉 請問你們在哪裡 未來世界 未來世界 沒錯喔 在未來世界 有許多高科技的發明啊 也許未來會看到飛天汽車喔 也會在路上看到許多功能 還有很厲害的機器人喔 那我們一起變形 換你們 接下來請問 兩位魔法師 你們選擇的地方是哪裡啊 魔法世界 那接下來呢 我要教你們一個不一樣的咒語喔 跟著我一起唸 很厲害喔 請問國王 我們三組電影小小兵都有答對嗎 今天全部的挑戰都完成了 成功 耶 恭喜大家得到今天的迷迷會章 每一位都是我們的夢想大明星 猜迷小兵 來介紹勝利的Happy 耶 好 讓我們一起走一走 好 接下來唱歌 跳舞的時候我們的 很有精神喔 各位弟小小兵 我們現在到了原始時代喔 一起變成恐龍一起說 好 大聲一點 接下來變成機器人 要像這樣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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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人走路很快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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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 騎上我們的魔法賽 跟著我出發囉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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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不要飛太遠 出發 出發 飛高高的 飛低低的 出發 一起飛回原來的位置 出發 好 現在林陽先生又來變魔法了 把大家變成小狗狗 出發 接下來變成小鳥 接下來一起來跳舞了 採迷小兵 互相加油打擊 採迷小兵 下次再來採迷 我們隨時歡迎你 大家都是夢想大明星 一起說讚 讚 歡迎光臨 請坐 柳丁哥哥 你為什麼要拿著 這麼多形狀的卡片 曹美姐姐 你忘了嗎 今天神秘島 要舉辦形狀創意大賽 所以我要多多練習 拔回創意喔 形狀創意大賽 對喔 我都忘了這個重要的活動了 對啊 所以我要趕快練習一下 發揮想像力 那這次比賽 會看到哪些形狀呢 這一次有很多 不同的形狀喔 讓我們一起來告訴小朋友 這些形狀的名稱吧 像我手上的就是圓形 我的是三角形 這個是方形 有些是正方形 也有些是長方形喔 你們看 我的是T形 這個形狀很特別吧 嗯 這些形狀很有趣耶 我們生活中 好像都很常看到喔 對啊 生活中有許多物品 就是由這些不同的形狀 組合而成 或者是由這些形狀 來做設計的喔 那我們來玩個遊戲喔 大家猜猜看 一個三角形加一個圓形 會變成什麼呢 哈 我知道 是冰淇淋 Ice cream 正確答案 那如果再加上一條細細的線 會變成什麼呢 嗯 我知道 是電燈 答對了 啊 那我也想要來出一題 大家聽好了 一個大大的三角形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正方形 你們猜是什麼 嗯 我知道 是我最喜歡吃的 三角翻盤 沒錯 大家都很厲害耶 嘿嘿嘿 形狀遊戲真好玩 是啊 不同的形狀啊 就會組合成不同的物品喔 那大家知道嗎 在音樂的世界裡面 也有不同形狀的樂器喔 像是三角鐵 就是三角形的樂器 長方形的樂器有 還有音磚還有西洋沐嶼 另外像是電鋼琴 還有木箱鼓等等都是喔 嗯 我的爵士鼓 大家快看 它就是有不同圓形的樂器 組合成的喔 哇 好神奇喔 音樂的世界就是這麼的奇妙喔 看來大家應該都練習好了喔 小朋友 現在趕快跟著我們 一起前進神秘島 參加形狀創意大賽喔 Yeah Let's go 歡迎大家來參加神秘島 一年一度的形狀創意大賽 我們的比賽即將開始 等一下音樂小精靈們 會唱一首歌 請小朋友一起來發揮想像力 看看樂器們會變成什麼東西 小朋友猜猜是什麼呢 哇 是可愛的小汽車 仔細觀察 接下來我要出第二題囉 彩色的鐵琴在下面 三角鐵琴就放在上面 把揮你的想像力闖意無限 這是奇妙音樂世界 喔 這一題是彩色的鐵琴在下面 鐵琴的上面放著一個三角鐵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是帆船 我知道是帆船 哇 大家想像力都很豐富喔 哇 大家想像力都很豐富喔 再來一題 一個圓形的零鼓放在下面 兩個相伴放在旁邊 發揮你的想像力闖意無限 這是奇妙音樂世界 一個圓形的鱗鼓在下面 兩個圓形的相伴在旁邊 小朋友猜得到是什麼嗎 我知道是小熊 哇 神秘大的比賽 實在是太有趣了 草莓姐姐 今天的音樂派對 是不是也一樣好玩呢 當然囉 大家期待已久的音樂派對 要開始了 It's party time 今天的音樂派對 加入了很特別的樂器 我的是烏克莉莉 是夏威夷的小吉他 很適合用來自彈自唱喔 我的是長笛 以前的長笛是使用 烏木或是野木製作的 所以長笛是屬於木管樂器 現在比較多使用金屬材質 我的是電鋼琴 又稱為數位鋼琴 是很常見的樂器喔 我的是爵士鼓 爵士鼓是由不同音色的鼓跟其他打擊樂器組合而成的喔 而且是一個人來演奏超酷的 我的是棒棒糖鼓 形狀就像棒棒糖一樣 好可愛喔 電視機前的小朋友準備好了嗎 現在趕快跟著形狀創業歌詞 跟著我們一起唱歌 演奏樂器囉 好了 我們起床 走 好了 我們起床 來來唱的 我們起床 説一時 説一時 說每天時 去整個個 生日 到了 我們лон太穿了 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唱歌 那就是秋風 我們一起唱歌 一步歇 就是奇妙音樂世界 哦哦哦 變變變 好多新裝在表演 凝固呀 圓圓 三角貼 尖尖 好多樂器都在裡面 哦哦哦 變變變 好多新裝在表演 貼心呀 變變 紅吧呀 圓圓 好多驚喜藏在這裡 又貼起來發現 彩色的貼琴在下面 三角貼酒放在上面 發揮你的想像力 創意無限 就是奇妙音樂世界 翻越心靈骨在上面 兩個相伴放在上面 發揮你的想像力 創意無限 就是奇妙音樂世界 哦哦哦 變變變 好多新裝在表演 凝固呀 圓圓 三角貼 尖尖 好多樂器都在裡面 哦哦 變變變變 好多新裝在表演 貼心呀 變變 紅吧呀 圓圓 好多驚喜藏在這裡 一起來發現 一起來發現 音樂童話屋 下次見